你又错了 那是因为 他一心想攀龙复风 巩固他焚羊王的地位 从此荣华富贵 相知不尽 如果他真的那么爱你 他完全可以到洛阳去找你回来 你忘了吧 他曾经向你承诺什么了 他说 他会娶我为妻 我们曾经还是山盟 结果呢 他把你抛弃了 在他心里再也没有落下这两个字了 不 我想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你太天真了 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 他已经是驸马爷了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他的眼里也只有公主 他怀里搂着的也只有生平公主 够了够了 不要再说了 博强 当你在周王府 一听到官要成亲的时候 那一刻 你心里在想什么 不会就是伤心那么简单吧 一定还有一种仇恨 这就对了 他背叛了你 他洗心研究 他背叛了你的真情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番话 我呢 不过是想帮帮你 帮你宣洩心中的仇恨 帮你找到得到过爱的办法 博强 博强 你不想让怪重新回到你的怀抱吗 只要你把仇恨化成力量 你一定能如愿以偿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有没有想过 有几个女人 能从公主手里 抢走她的男人 你 你 你是第一个 博强 这爱之深 恨之切 只有恨这个字 能帮你我完成心愿 帮你得到 你所想得到的一切 你懂吗 我要过爱 回到我的身边 过爱 无论你对我怎么好 你还是背叛了我 我恨你 就是我得不到你 你休想跟生平那个禁忍在一起 老婆 参见父母爷 不必多礼 为什么不回来吃饭啊 是不是去了什么地方鬼混啊 从事招来 喂 两夫妻 可不要开这种玩笑啊 哼 我就是喜欢不行吗 你们歇息去吧 是呀公主 谢谢公主 你身上好香啊 这味道有点熟悉啊 哦 不就是当今公主最喜欢吃的 圣夜房老张鲁鸡腿 快过来吃啊 哇 太好吃了 你吃一口 不用了啊 你吃你吃 嗯 这么香你都不吃啊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啊 快说你干什么去了 哇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 我知道你爱吃嘛 真是不懂好人心哪 嗯 跟你闹着玩的 嗯 真香啊 哎 为什么你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刚刚跟兵部尚书 谈完尚武堂的经费之后呢 就和他一起去看一看 尚武堂的学子们 念书念得怎么样了 因为科举将至嘛 我们去关心一下这些学子 接着我们两个就去喝酒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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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啊 我有事想跟你讲啊 哎呀别吵 我很累 我要睡觉 其实 我今天遇到的 哎呀我要睡觉 哎呀 哎呀 啊 哎呀 陈大哥 这样做好像有点不妥啊 只有查看死者的骨头 才能知道他们是不是中毒身亡 如果不是的话 案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哇 什么人 好像有人来了 什么人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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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 你干的好事 你是什么人 我是这里的镇长 姓范的一家人 你们就是华成辉 我也认得出来 早上我在客栈的时候 见到你们 我就想 你们怎么突然之间回来了 我想你们肯定没安好心 果然被我猜着了 你们为什么要挖祖坟 你们为什么要挖 镇长 我是新任的刑部侍郎 近日在翻查宗圈时 发现当年范家之案 实有很多疑点 所以特为此来调查 姓范的毒死人 是千真万确的事 你还犯什么案呢 就是啊 你还犯什么案 我说我是皇帝 你们相信吗 你们偷挖祖坟 而亵渎亡灵 最该万死 来人哪 把刀给抓下来 都给送到官府去 都给送到官府去 让我看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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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听我说 听我说 我是新任的刑部侍郎 这是我的官义 我没有骗你 这些是当年死者的部分骸骨 骨头发黑 证明死者是中毒身亡 这当然了 这是放药里开了有毒的药方 不 我查过当年的药方 不但没毒 还是专治中毒的 所以我们想请你出面 帮我们调查 是不是当中出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 抓错了药 不 犯药里是罪该万死 死有余故 镇长 你不能这么武断 你才武断呢 你们看 这就是我儿子的灵位 他就是给犯药里毒死的 你们想犯 犯能救活我儿子吗 你们都给我滚 给我滚 滚 滚出去 镇长不肯喝酒 这名忧对我们仇视 要找信息 真是难若登天 别气馁 皇天不负有心人 只要有信心 贴出也能莫成针 对吗 现在最有可能出错的 就是装药的过程中 出现了纰漏 我们去当年的药店 书安堂看一下 嗯 没想到昔日的药品 今天变成了步伐 进去看看 老板 你们来干什么 杀人犯的女儿 没按什么好心 老板 我们只想知道 当年书安堂的陈老板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走走走走走走 请你告诉我 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全家搬出了彩石镇 下落不明 你干嘛打理他们 走啊 走 还有脸回来呢 天 嗯 张老板 陈老板呢 你们一家子都回来了 我爹想看看 帅安堂变成什么样子了 好好好 好好好 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很吵 让人家都没睡好觉 是吗 不只是打呼噜 还说梦话呢 我说什么了 大部分都听不真切 不过 你老是说一个落字 究竟落什么呀 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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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落阳 你这么肯定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肯定是落阳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呀 嗯 因为 我知道老婆这么持家有道 贤惠初衷 我这个当丈夫的呢 应该和她到落阳游玩一下 以做奖励 所以呢 心里老想着落阳 就夜有所梦了 啊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太好了 见眉心目 我们可以出去玩了 那我想一想该怎么个玩法 我们早上游山玩水 晚上呢 花天酒地 胡作非为 啊 逛进洛阳城内所有的大小酒馆 喝个做一声梦死 很久没出门了 乖 你对我太好了 我爱死你了乖 啊 什么时候去啊 哎呀 这个嘛 明天 后天 哎呀 哎 哎 不行 总得等秦峰他们回来才能去 啊 对了 昨天你见过修文 他有没有什么消息 他也没有啊 啊 不知道他们查到了什么 一定要查出真相啊 否则你的相公 这个人头真的会不保 不用担心 父皇忍心要我当寡妇吗 嗯 哦 嘎 good 太奶要 漂亮 太爱了 太飘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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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真是生意兴隆了 所有的纪念品都被抢供异空 那些游客真是花钱如流水 见梅和星木不停的收钱找钱忙个不停 辛苦你了老婆 舒不舒服 为了赚钱辛苦一点算什么 况且有驸马替我按摩 腿也不酸了 公主是金枝玉叶 居然为了我放下身份 为父好生惭愧 驾鸡随鸡嘛 为了驸马我什么都肯干 只要还清国家的债 我就要你留在家中享清福 再也不要抛头露面了 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劳动一下不要紧的 你哪有时间劳动啊 你得替我生儿子嘛 娘常嚷着要抱孙子呢 嗯不害羞 谁替你生娃娃 你不敢啊 那我讨小老婆替我生 哼 我看你敢 你敢 我也不敢哪 哎呦 我们说正经的 我想让你拿银两出来设宴 为了一般上午堂的弟子 他们每天表演胸口碎大石 又要表演功夫 挺辛苦的 好啊 饮宴方面我来安排 大概一千两左右吧 要一千两那么多啊 上午堂的弟子有好几百 但是酒席就要几百两呢 并怪我想发放些奖金给他们 一千两差不多了 把银子给我吧 嗯 银两方面那就 你怎么了 你不会把我交给你保管的银两 全都花光了吧 怎么会呢 我怕把钱丢了 把银两存在钱庄里了 跟你说笑的 我的血汗钱你敢乐花吗 当然不敢了 快一个月了 我们现在每天都四处寻找死者的家属 希望他们帮忙 可是 也不能怪他们 在他们眼中 我爹是杀人凶手 他们不再对我们动促 已是宽宏大量 怎么办 看来翻案无望 终究不能还你爹一个清白 你要回长安吗 当然得回去 总得给皇上一个交代 况且郭大哥也制我做了担保 如果不回去的话 恐怕也会连累他们 那明天就启程了 不 你现在是侵犯身份 你要跟我一起回长安的话 一定会判受刑的 不如 不如你走吧 走个远冤的 别让官兵抓住 陛下把罪名一个人背啊 你真傻 本来是朝廷四品大官 前途无可限量 但是为了我 你得罪了皇上 赔了前程 我欠你太多了 我怎么能一走了之 让你带我来受苦呢 我们一起回去 有难通当 我 可能真的是我错了 当初若非我执意要办案的话 可能我们现在已经逃离京城 此刻 可能已经浪迹天涯了 怎么也可以做一对亡命鸳鸯 秦大哥 别想太多了 一切已成定局 明天就回长安 来 走吧 老板 结账 一共二两五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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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瑶姑娘 你就是范瑶姑娘吧 我是 你们是 家父想见你一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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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安堂的陈老板 你们一家 不是已经搬离彩石镇了吗 他为什么要见我 我们全家是搬走了 最近爹病重 他不想克死他乡 所以我们又搬回来了 我们回来之后 家父知道范姑娘要为王妇翻案 所以急于要见你面 范姑娘 我对不起你啊 是我 害了你爹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年前 王母圣诞的那天晚上 我还想 阵民们 上吐下泻 腹痛如脚 就赶紧到范大夫那儿诊治 他们拿着范大夫的方子 就到树安堂来抓药 患者中 也有阵长的儿子 阵长挨自心切 不停地催促我快点抓药 那天晚上 风很大 灯被吹得忽明忽暗 我在心急之下 不把脱落花 当成了切牛花呀 服务药的阵民们 都死了 我知道消息后 心里害怕 希望把范大夫开的药方 仔细检查了一遍 并无不妥 我又赶紧检查了 当时所抓的药材 发现 牵牛花中 混入了 有毒的 坨坡坡坡呀 我吓得魂飞魄散 不知所措之际 愤怒的镇民 已到了衙门报关了 指控范大夫 下毒杀人 官差逮捕了范大夫 并将一家人入狱 我贪生怕死 不敢胜仗 任由 范大夫 代替我 做顶罪羔羊啊 人之将死 欺言也善 我痛恨我自己 所做的一切 我这辈子 受到良心的谴责呀 可惜我醒过得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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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现在向衙门去请罪 自首 也偿还不了我对你们的罪孽呀 现在有他们替我向你们下跪谢罪呀 我们带爹向范姑娘 带爹向范姑娘 带爹向范姑娘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这是我爹写的供词 爹按了手印 范姑娘可以向衙门伸渊 还范家一个清白 我们这人也会为你们作证 是 是 大家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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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茶来了 嗯 老婆 我要出门了 明天我要到酒楼交付酒席的款项 你要记着今天晚上把银两带回来啊 嗯 我走了 嗯 等等 怎么啦 那个 哦 刚才我出门的时候呢 看到你披纱 你忘了带 我就拿出来给你了 来 拿给公主 嗯 那我出去了 嗯 哎呀 很舍了 什么 叫我们见钱 啊 小声点 你们想公告天下呀 这是天下奇闻 非一作私 众所周知 我俩向来是生无产物 一穷二白啊 跟我们借钱 就情同像尼姑借梳子 像和尚借老婆 不开玩笑 心无力啊 哎 莫能助 你们别开玩笑了 公主今天要用钱 我现在一个头两个大呀 哎 借人还去系定人 何不去找洛霞 啊 当初是我主动要帮他 好像出尔反尔 你跟他是朋友 难道朋友 不应该互相帮助 对对对对 再说了 你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这么做 怎么做啊 一千两道不是个大数目 可惜我今非昔比 我爹也不再是晋王 我是有心无力啊 你的处境我知道 我是走投无路 无且问一问的 这样吧 几十两我倒是有 哎 哎 这玉派币率通通 拿去变卖 足可以抵上一千 对 这是我爹给我的东西 所以 对不起啊 我随口说说的 不好意思啊 乖大哥 恕我多事 你既然急着用钱 喝不像公主要的 这一千两本来就是公主的 我去花光了 所以才到处筹钱来充数啊 你把钱花光了 花到哪去了 那我告诉你 你可别出卖我啊 我遇到了洛霞 洛霞 他不是去洛阳了吗 哎 本来是这样的 他到洛阳周王府当歌姬嘛 一次意外误伤了周王 被囚禁起来 后来侥幸逃出来 就回到了长安 你把钱都给他了 嗯 你别告诉我你金屋藏教啊 当然不是啦 我只是站在朋友的立场 出手相助的 他身无分文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喂我们相识一场 我总不能够见死不救嘛 那公主知不知道 我怕她会吃醋 到现在都没敢告诉她 女人天生善渡 更何况你跟洛霞有过一段情 就是说 喂 千万别说出去啊 会死人的 驸马 银两拿回来了吗 哎 对了 我今天去钱庄的途中呢 遇到大个子他们 被他们拉去喝茶 结果呢 就忘了啊 其实区区一千两不用放进钱庄的 用的时候多不方便呢 是是 因为我想养成储蓄的习惯 钱放在口袋里很容易会花光的 你向来节俭 况且家中的事物都有我负责 你花钱的机会不多呀 怎么你的眉毛一高一低啊 怎么你的眉毛一高一低啊 不可能吧 昨天心目才帮我修过的 没有啊 吓了我一大跳 可能是我看错了 记得明天要去钱庄啊 不管怎么样要把一千两交给我 知道了知道了 我会拿回来的你放心吧 来 洛霞 郭大哥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 洛霞 你等一下 我刚蒸好的素菜包子 你快尝一尝 我记得你最爱吃肉包子啊 我舍不得买肉 虽然你给了我银两 但是 我总不能一下子都花光啊 有包子吃已经很幸福了 当日 我被囚禁在周王府的柴房里 别说是包子 就连半碗水都没得喝 你真是受苦了 不 能够再跟你宠命 受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 郭大哥 你怎么了 好像心事重重的 哎呀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我还有事要办 那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啊 我再来看你啊 儿子 来 你看 这些首饰啊拿去典当 这些呀可都是娘的私家财产哪 反正放在娘这儿便没什么用处 啊 娘啊 这些都是你的私房钱 你收起来吧 我不能要啊 你不是有机用吗 你为什么不问我借钱的原因呢 你 你要是想告诉我原因早就说了 儿子不肯说娘又何必问呢 来拿去 娘 你对我真好 啊 哟 傻孩子 娘是十月怀胎剩下你的 娘亲对你好 这是天经地义的 谢谢你娘 但这些首饰我不能要 哎呦 拿去 不行 我不要你收起来 哎呀 拿去用吧 听我说 这些首饰就算拿去典当 离一千两还差得很远 你先收起来 我会有办法的 你先进去吧 我先走了 我改天再来看你 儿子 哎 哎 哎 儿子 哎 儿子 哎 儿子 我家还有一个呢 俗话说 上山秦虎翼 开口借钱男 怎么向生平交代啊 难道真的要告诉他 我把钱给了洛霞吗 他杀了我都有可能啊 喂 啊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了你 我以为你是生平啊 我正想去驸马府找你呢 有事啊 一千两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我把玉佩当了呀 好兄弟 我有钱一定马上帮你赎回来 没关系 好兄弟嘛 没有理由不帮你啊 对吗 是 好兄弟 好兄弟 来来来来来 这顿饭是驸马为劳大家的 久违菜博不成敬意 现在我跟驸马与大家共干一杯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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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来 给我谢苦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快吃快吃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晚上来 好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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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我敬礼一杯 公主 我敬礼一杯 外面有人找你 好 来 公主啊 公主啊 我出去看一下 你先陪大家吃点 公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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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我敬礼一杯 你找我啊 是洛霞姑娘让我敲给你的 公主 我敬礼一杯 公主 敬礼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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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们设宴总不能主人家不出席啊 你留下我去去就回来 也好 那我留在这儿你去看婆婆吧 但愿不会有大事 我去了 洛霞 洛霞 你怎么样 在吐血 怎么会这样 我 我换了可血帐 我恐怕 不久于人世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不怕死 我只是不想离开郭大哥 别怕 我们去找大夫 别怕 我们去找大夫 来 坚持住啊 医馆就在前面 好 好 不好意思啊 用你偷偷摸摸的 不必道歉 是我不想公主见到我 这么病压压的 我不想给公主看扁 好 那我们从那边走吧 好 好 啊 婆婆 哎哟 公主啊 真巧啊 你也出来逛逛 我正要回家呢 婆婆 您的腿没事吧 腿 挺好 哦 啊 呃 呃 父皇给了我一瓶药酒 治疗老人的腿上最管用了 您看看 哎呀 不用 我这身体啊 壮得跟牛一样 还能上山打老虎呢 你看 哎 婆婆真是老当逆壮啊 哎嘿嘿 那我先走了 哎嘿嘿 走好 哎 好 公主 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 新木说有人在闹事 哎 想不到嫁入郭家之后 家庭琐事令我忙个不停 嗯 所以说柴米夫妻 成了亲 当然要理家务喽 我知道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公主 我们去看看吧 哎 你再不付钱 这肉我就拿回去了 啊 你这个人讲讲道理好不好啊 为何是争吵啊 公主 他把肉送来了 去要拿走 哎 我开的是肉铺哎 不是镇鸡堂 你们要买肉 那当然得付钱呢 是吧 郭家是你的老主顾 有言在先按月付账 现在还没到月末 干嘛要急着收钱呢 哎呦 我 我收的是上个月的账 什么 上个月的账你没收到 可不是 有没有搞错呀 哎呦 驸马爷根本就没有付过钱 我追过他老人家好几次了 他一直在拖延 这回又没拿着钱呢 我只好把肉拿回去了 我想着其中有点误会 剑梅 去拿银两给他 嗯 跟我来吧 哦 我回来了 婆婆的腿怎么样了 不严重吧 已经没事了 替他涂了药 你吃过饭了吗 要厨房为你弄夜宵吗 哦 我吃过了 我陪爹娘一起吃的 你一直待在凡羊王府 我 我们成亲之后呢 也不是每天 都能够跟娘亲见到面 所以她拉着我陪她聊天啊 完了 还不上床 我还要涂美颜霜呢 女人老了 就要注意保养 是啊 那我先睡了 我发现最近驸马的行为举止很奇怪 我怀疑 她在偷偷地干些什么事 我知道她一定有事瞒着我 不会吧 你是她的好朋友 你不会不知道吧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那你是见死不救了 公主 没那么严重吧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 就是坦诚相待 谎言就像滚雪球一样 会越滚越大 甚至不可收拾 不管多坚硬的墙 只要有一个小洞 不去及时地修补 经过风吹雨打 墙最后都难逃倒塌的命运 修文 我跟驸马 经历了很多波折才能成亲 我是真心的想跟她白头偕老 我虽然贵为公主 但我毕竟是个女人 女人最怕丈夫有负于她 公主 你放心 姑爱她绝没有对你不忠啊 不忠 哎呀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我怕我越描越黑 我还是告诉你吧 她找到落霞了 落霞 她把一千两给了她 快不得呢 给 谢谢老板 姑娘慢走 嗯 对不住啊 又有心 对不住了 一定会不住 我 鹿侠 顾大哥 请进 今天怎么样 服过药了吗 怎么会这样的 大夫明明说服用汤药 就可以止血的嘛 这个庸医 我去找他算账 别去啊 我要问个明白 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听大夫的话 你明明吃过药了呀 我想早点康复 所以一下子服了两服药 你怎么这么做呢 你已经有了气势 我不想做你的光复 不想再拖累你了 我跟你一生一世都是朋友 做朋友就有道义互相照顾的嘛 你怎么哭了 我以为 我曾经以为我们可以结为夫妻 可是落霞命薄 没有这个福分 世事难了 我在群方阁的时候 每天都盼望 总有一天 你会带着一顶大红花椒 来接我走 我们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缘分这个东西 真的很难讲的 老天爷 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跟你本来是夫妻 我是你的人 让我们再续前缘 我不要求名分 我也不介意跟你偷偷摸摸 我只想做你的妻子 放手 你冷静一点啊 我是有父之夫啊 我不在乎 我在乎 我不会辜负公主的 你明白吗 对不起啊 我和你 只可以做朋友的 公主 我们回去 我知道我不配 我是三花败流 我不配 对不起 你休息一下吧 身体要紧 我想走了 真可恶 你居然瞒着我去私会救情人 公主 我 布马他并没有越轨 我们都亲眼看见的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天下就没有不吃鱼的猫 这次他经受得住诱惑 难保他下次仍然可以做柳下会 对 布马今天也说了 他跟洛霞只是普通朋友 他们之间总算是有一段情 嗯 就是怕他们救情复燃嘛 要是他问心无愧为什么要骗我 为了一千两银子 左蛮右蛮 谎言一个接着一个 还说婆婆的腿摔伤了 真是骗人 公主 你可能疑心太大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觉得驸马只是不想让你操心而已 嗯 好啊 既然你们俩都帮着他 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 只要他肯向我坦白的话 这次我就原谅他了 公主 驸马回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pasar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访刻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吱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